簡單的小館子裡 平日中午就做得滿滿 第二代老闆謝伯勳 樓上樓下忙著送菜 這裡不少人都是老主顧 最具代表性就是 薑絲大腸 梅干扣肉 還有那個客家小炒 炒得非常好吃 我們吃了幾十年了這樣 我也很會做菜 可是我就做不出這種菜 茶家飯就是 他利用這個炸蝦碗的油來炒飯 也是滿有創意的 炒蝦 而且要大隻的 小隻的還不行 因為大隻的炒蝦 要試起來味道就越好 有一天小朋友想要吃壽司 他說我要吃飛魚卵壽司 那我就煮飛魚卵茶蝦飯給你吃好了 就因此覺得調和起來發現 它那個整個口感的 還有那個味道的層次又更豐富 蝦的鮮甜 剛好蓋掉苦茶油的氣味 爆苦茶油的草蝦爆到沸騰 馬上把鋪有飛魚卵的飯拌到油中 這時才是考驗真功夫 單手要持續甩鍋至少60到70次 才算大功告成 你飯就是我們一直炒 一直翻 一直翻 它米跟米在混在一起 一直碰 用熱度 它就會一直Q 會會燒得 它那個就是會粒粒分明 又很Q 兩斤米夾鍋子足足五斤重 生意好的時候 一天得炒上四五十鍋的茶蝦飯 等於要甩鍋超過2000次 嬌小的謝媽媽一做就是20年 我手現在都沒有辦法再翻了 已經翻太久了 手都翻了 都中起來 所以我變成職業病了 甩起鍋來 有些吃力的謝媽媽 現在也漸漸交棒給兒子 謝伯勳不敢怠慢 因為媽媽可是嚴格的魔鬼訓練 這一盤炒 我叫他炒 炒一炒 不行 再沖來 一盤菜差不多要炒了 將杏絲盤 我認為說可以的 所以我說 這個這樣子就OK了 這麼嚴格 對啊 這個口味 我們的口味最重要 客人有時候很挑剔的